是宁兴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威威卫视8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礼约奥运会 俄罗斯和中国为何陷入尽要争议 中国反对韩国部署萨德该不该惩罚韩国艺人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独立评论人士 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专栏作家 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提醒一下观众朋友 每次焦点对话播出的同时也在YouTube上直播 欢迎您在第一个小时的卫视新闻节目中 就到YouTube提出问题或者评论 我们将尽量将您的看法纳入讨论当中 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全球瞩目的礼约奥运会 当新华社承认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毅 在药检中被查出呈阳性 给这个议题再度加温 那么为何西方运动员对禁药的批评 集中在实行举国体制的俄罗斯和中国 在培养真正的体育实力方面 类似美国的民间体制和中国的举国体制 谁更有优势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请各位我们来谈一下 从这个禁药问题开始谈起 我们知道这次奥运禁药成为赛场内的最热的话题 那么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都有运动员发声 批评使用禁药的人 那么矛头呢主要是指向俄罗斯和中国的运动员 而刚刚爆出的这个中国运动员陈欣毅 药角阳信呢 也可能对中国的形象增添更多的阴影 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 跟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很多运动员 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样举国体制的国家 从有更多的这个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您的分析是什么 举国体 实行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常常把这个获得奖牌当作是国家的荣誉 因此不择手段 我们都知道体育比赛靠的是体能和技巧 那么如果用禁药来改变体能 去因而改变这个比赛结果 实际上是一种体育竞赛欺诈 那么中国在这个最早之前 二十多年以前中国是没有禁药的 当时的鼻祖在这方面 使用禁药的鼻祖是东德和前苏联等受制国家 但是二十多年前 中国开始从东德引进 由这个游泳队的专用的医生 这些医生是指导服用禁药的 那么同时医生也把禁药带到了中国 很快1994年广岛 日本广岛的亚运会 中国女子游泳队被多数队员被发现 服用禁药 然后没收奖牌竞赛 那么2014年中国男子游泳运动员孙杨 在全国游泳比赛当中 又一次被发现服用禁药 那么今年2016年 这个女子游泳运动员陈兴仪 再次被发现服用禁药 由此可见服用禁药这个问题 在中国游泳队 甚至在体育界 其他一些运动员当中 不是一个稀有的现象 它有相当的根源 好的 听听曹昌军先生的看法 对啊 这个现在普遍的 这个现在在禁药奥运会的 其他国家运动员 对中国运动员的成绩 或者表现不信任 甚至嘲讽 这是有理由的 认为一般他们感觉不公平 第一个不公平 中国是举国体制 刚才程晓农先生介绍了 他说是国家之力培养运动员 包括中国听众很熟悉 中国体操女孩子很小的 被收入到国家队培养 那国家亲国家之力的培养运动员 那西方是大众培养 有时候父母培养 那你这个条件不一样 中国那个金钱堆出来的 所以这个对等就不平等了 第二个就是你用禁药 刚才这个程晓农先生谈到了 当年东德 东德在1600万人口 没有中国一个大城市人口多呢 长达20年 东德选手拿到的奖牌 排在全世界第三名 排在中国 排在苏联美国之后 第三名 长达20年 他怎么能拿到这么多奖牌呢 最后查到了 这个东德的共产政权垮台了 秘密文件出来了 全部是用紧要啊 东德给一万多名运动员用紧要 最后导致了一百多名运动员丧生 造成严重的后果 现在东德没有了 奖牌没有了 金要没有了 现在中国金要 为什么会受到大家这么多质疑 因为你发生过呀 中国的最高的体育总管 叫吴少祖 中国体育委主任 当年他就在回录写过了 在90年代 体育委有共识 就是一个成绩不好 硬紧要 能提高成绩 这他公开回录写的 他的继任人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是那个谁 体育总局局长 那个袁伟民 他的回录也写了 当年中国轰动世界的 拿了很多奖牌 那个马家军 很多都是用紧要的 中国体育最高官员 都承认用紧要 中国用紧要是非常普遍的 包括你像90年代 广岛的亚运会 中国17名运动员被查出用紧要 那最后都触犯了 11名的奖牌被拿回去了 其中7名就是游泳运动员 所以今天你说 包括最新的发展 又一名中国女选手 被查出的检验是阳性了 那这个更增加了 这个奥运会运动员的感到不公平 感到对中国运动员那种愤怒 所以这个愤怒情绪 是应该可以有理解的 有理由的 好的 王康先生 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人类文明的伟大的发明 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大家知道是从公元前776年 到公元后394年 一共1170个年头 年系举行了292件 没有中断过 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动运动 关于人的发现 世界的发现 双重发现 对古希腊文明的再次的复兴的结果 那么尤其是由法国贵族 郭白旦 这个在1896年开始发动 第一届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 其实不光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 都是为了证明一点 就是苏格拉底在阿波罗神庙 反复强调人们嫉妒的古代真言 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 表现你自己 实现你自己 就把人看成宇宙万物的最高存在 最有价值的 永恒的奥秘 所以人在这一点上是 下精神的至高无上的东西 现在的这种举国体制也好 尽药的也好 不惜一些手段 是完全亵渎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 好 陈破空先生 这是在这个里面奥运会上 澳洲的游云选手霍顿 讽刺中国的选手孙杨 说是嗑药骗子 这个在中国激起了鲜然大波 那么我想这个中国民众的一半心情可以理解 因为他们对信息的了解有限 由于官方封锁互联网 他们对中国对长期复用兴奋剂 甚至是集体复用兴奋剂 国家支持纵容默认复用兴奋剂 这样一个事实完全不知情 尤其是在过去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 事实上中国复用兴奋剂已经有31年的历史 从1985年算到现在的话 那么就说这个孙杨 孙杨他在2014年闹出这个尽叫丑闻 那么中国那边是悄悄地让他度过了这个竞赛的时间 让他刚好赶上里约这个赛事 而且给他找了个理由说误服 说他心脏有问题 那么国际奥会就说 你心脏有问题为什么没有报备 另外你为什么是半年之后才提供那个药碱效果 另外你这个而且中国的这个 国际设在中国的反兴奋剂实验中心最近被暂停 为什么被暂停 因为造假 因为有5例的这个药液样品 这个被调包或者是没有被提供给国际这个奥委会 所以这个被禁止之后呢 中国将来的药液 最近的药液检查必须送到日本去进行测试 就另一个国际的反新闻中心 这些都说明在中国这个背后 体育界背后有大量的黑幕 而孙杨本人呢 他这个他自己除了这个磕腰以外 他本身的人品不太好 说中央电视台有个主持人叫白岩松 这次在前线报道 人家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混蛋就是混蛋 不因为得到冠军就不是混蛋 那么有的中国人理解成以为他在骂霍顿 我倒认为他在说的是孙杨 他没有点名 实际上他后面的评数证明 他实际上是说的是孙杨 所以这个孙杨他有无证驾驶 而且驾驶之后呢 又出示假驾驶证 而且被拘留七天期间呢 他又这个提供那个特工食品 享受特工食品 等等这个劣迹斑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群起来去这个骂澳洲运动 运动员为这个孙杨辩护 我认为中国人民呢 实际上是受了很大的误导 好我想提一下就是国际反禁药机构 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大规模的调查 显示俄罗斯是有系统的 有政府支持和组织的禁药项目 来提高这个运动员的成绩 甚至连俄罗斯的情报机构都参与到 比如说换药等等这些做法 那么这是国际禁药机构的报告里面提到的 联想到其他的 刚才大家提到前共产的国家 例如说东德或者罗马尼亚 也曾经发生运动员大规模使用禁药的情况 我想听听各位嘉宾的看法 就是说这些举国体制的国家使用禁药的方式 或者至少从俄罗斯的例子来看 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跟它这个举国体制的这个关系 陈蒋农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好 我们都知道民主国家的运动 这个国际赛事运动会是临时组建的 是通过体育竞赛选拔出来的 那么他的运动队 这个运动赛事结束以后就解散了 所以教练和运动员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 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所以虽然在民主国家的运动员当中 也有偷食禁药的 但是这种情况多半是个人行为 但是在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运动队是属于专业的常设组织 它的运动员是领工资的 然后教练员和医生 对运动员的日常生活训练和药物使用 有绝对的控制和管理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开始出现这个偷食禁药 那么多半这是属于有组织的行为 这个有组织的行为比个人饕福性质更加恶劣 好的 曹行钦先生 最大的不同就是刚才程雁龙先生讲到的 西方国家又有紧要的 包括以前美国著名的自行车运动员 阿姆斯壮拿到七届的法国自行车大赛冠军 成为奇迹了 最后查出被使用紧要 美国人民没有群情激昂 没有说爱国主义的方法来辩护 完全像过街老鼠一样打他 他现在不敢出来了 美国人民这个道德感觉到相当谴责用紧要的人 最大的根本区别就在西方用紧要是个人行为 而是发生之后群体攻击 完全是没有道德上完全破产的 在中国 东德 苏联等等这些国家是国家支持的 刚才我特别谈到了吴少祖 提委主任 袁伟民的话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他们两个人的回忆录都写了 中国运动员用紧要 而且作为一个政策来使用的 所以说是必须成绩上不去 就用紧要 这是提委主任写的 第二 我看中国国家队的 随队的国家队的医药组的组长 监督组的组长 这个叫薛英贤 他说他在中国体委工作了35年 亲眼目睹了中国运动员大量使用紧要 而且是国家强行给他们注射 很多人不愿意的 造成不仅道德破产 而且是造成身体伤残 但是国家组织的 为了金牌 为了为国争光 为了爱国主义 强行用的 所以这个是个国家行为 这个国家行为现在逐渐被泄露出来了 包括刚才说随军的医生 监督组组长 国家体委主任回路 这些外界制度以后更加的厌恶反感中国运动员 你的成绩不真实吗 你用作弊 欺骗拿到金牌 你怎么可能得到世人的尊敬呢 好的 王康先生 这个体育这个部门跟国家的其他部门一样 它是从属于整个国家的基本制度 那么现在世界上大致上就是这两类 一类是自由民主国家的 这种所谓的民间的体育 自发的体育 地方的个人的体育 另外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举国体制 其实创造举国体制的这个 首先是希特勒 希特勒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里面 希特勒本人对体育本来没有兴趣 后来是意识到体育对德国 宣传德国的这个形象太重要了 所以他出任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总裁 而且他规定德国国家队的队员 纳粹党党员不能少于50% 德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就拿了34枚冠军 就是全国之冠 紧接着就是苏联 全世界人都会注意到 奥运特勒运动会里面有一种举国体制 从德国到苏联 苏联一五六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就拿了50块金牌 就是第一名 然后就是70年76年80年88年等等 连续五届的全世界的奖牌总数 而且在1980年他拿了80块 当然因为入侵阿富汗西方国家抵制 一直到他解体前的两年1988年 他还是拿了51块金牌 还是全世界之外 中国当然2008年举办第一届北京奥运会 拿了51块金牌 也是所谓全世界之外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以举国家之力 而且用非法的 用这种违背人道的 这种不光明的手段 服侍各种的兴奋剂 中国还有各种更古怪的 像巫术一样的 像马家军的那些什么 中药啊什么 中药啊什么东西 来吃军人员 他跟奥利福克精神 完全早就配到而始了 说到这个举个体制 跟这个民间体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像就是说一个运动员的专业性 那么中国的运动员 我们知道国家队 比如说是长期的 专业的全时间的训练 那么美国的运动员 往往是还有其他的职业 或者是学生 还有本身呢 也他这个所谓 根本没有国家队这个概念 都是临时在奥运会之前 几个星期才挑选 从各地挑选这个运动员 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值得提到的区别 那么陈破空先生 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主持人提到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情况 我们必须讲一下 去年在俄罗斯举行的 这个塑期冬奥会是一个灾难 当时俄罗斯入侵了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 他要显示他的国威 他的这个国家灵魂 举行了这个冬奥会 这个冬奥会之后 国际社会对这次冬奥会的结果 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因为俄罗斯囊括了 大部分的这个奖牌 而且是雄居第一 那么跟历史上的成绩很不一样 那么结果呢 这个国际的这个 反新闻集中心就发现 这个俄罗斯 这个反新闻集中心 至少有销毁了 100起的这个药样检查 但事实上 后来根据这个中心 后来叛逃的 这个实践中心主任的讲法 不只是销毁了100起 是销毁了几千起的药样 而且大难进行调包 这个实践中心这个揭露 他们非常忙碌 彻夜的忙碌 只要运动员的这个药样送过来 他们就彻夜的调包 把这个药样换成别人的药样 然后进行检查 玩大规模的造假 国家支持的造假 政府支持的造假 举国体制的兴奋集中心 使俄罗斯赢得了这次荣誉 说俄罗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国际这个残奥会决定 俄罗斯的那个田径选手 全部禁止残奥会 但是国际奥委会 没有完全禁止 禁止了一部分的俄罗斯选手 国际奥会本身存在腐败 这次在里约这个奥会上 部分运动员指出这个 这个兴奋剧的丑闻 实际上是对腐败 残失的国际奥会 也是一大鞭策 这是一个亮点 使国际社会回到奥运精神 更强而且是公平共证 公正和规则 那么回头说中国 中国完全是模仿前苏联 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俄罗斯这么一个系统过来的 那么中国的前 这个提问主任吴少祖 在回忆中说了有三个原则 说八九十年代 中国队服用兴奋剂是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 如果成绩上不去 就要服兴奋剂 而且兴奋剂有三个原则 叫做有用 无害和这个查不出来 但说是无害 实际上对运动员非常有害 很多运动员服了之后 变男性体征变化 做变性手术 这个退育之后 这个不能结婚 或者是不能生育 有的甚至是找不到工作 当戳找工 另外这个前提问主任 袁伟明回忆 2009年他的自传中回忆 他有三句话 他在中国体育界非常流行 叫做技能性项目靠钞票 体能性项目靠持药 还有一句话叫做 这个插出来是兴奋剂 插不出来是高科技 插不出来是英雄 插出来是狗熊 如此而已 说这个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整个历史 那么后来就有个大量的例子 后来在这个 有一个作家叫赵瑜 报告文学作家 他在1986年 他就写书叫强国梦 揭露中国兴奋剂丑闻 当时有人就说 他是泄露了国家机密 他在1988年又写书 揭住写的是什么呢 叫做这个 讲这个中国这个球队 然后有人说 他是反党散发 社会主义 他在1998年 写了一个调查报告 叫马家军调查 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撤走 药物重创马家军内章 但是两年之后 2000年 马家军全军覆没 因为在习近奥运会前 被撤出马家军全体的 附用这个兴奋剂丑闻 这是重大的国际丑闻 所以这样的调查报告 后来才勉强出来 但是中国人民很多不知情 好 刚才我们几位嘉宾都提到 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 已经带来那些弊端 那么有一位叫做 Chris Chang的一位观众 他现在在网上提到 就是说中国实行这个举国体制 到底目的是什么 图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 刚才几位嘉宾提到 以前实行举国体制 比如像东德 罗马尼亚这些国家 都是体育很强的国家 但是一旦举国体制 没有实施以后 体育马上就滑落表现 那么中国实行举国体制 到底跟中国的体育实力 是不是能够挂钩呢 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社会对国家有个共同特点 它是专制国家 政府不是民选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需要标榜 它是唯一代表人民的当局 那么怎么代表法 它就把国家荣誉 建立在体育的举国体制上 希望尽可能多的获得奖牌 然后把奖牌算在政府的成就上 利用爱国主义心理 让老百姓把体育奖牌方面的成就 和政府的能力 国家的荣誉挂上钩 这个时候老百姓就会很自然的 去把这个简单的爱国 变成了爱政府 所以举国体制真正的目的 是服务于要把老百姓 动员成爱政府的一个社会 那么确实也在举国体制国家 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 老百姓把这个奖牌的总数 看得比体育比赛赛事更重要 以至于奖牌总数一上去 老百姓就觉得非常兴奋 好像中国实力就强了 那么另一方面 如果有人批评运动员 或者是中国有运动员作弊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老百姓就觉得被打脸了 这其实就是一种洗脑教育的 一个正反两面的结果 唐昌清先生 唐昌清先生是非常说的非常对的 现在中国不是做体育做政治吗 还是把这金牌作为这个面子工程 为了拿到更多的金牌 举国之力来培养运动员 包括用这个政府支持部 用金钥等等 拿到金牌 拿金牌干什么 来煽动爱国主义 来煽动民众的民主主义 你看我共产党多有办法呀 我把中国拿了这么多金牌 我们大国崛起 体育大国崛起 军事崛起等等 这样的话 在潜移默化中 你认同中国来认同共产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洗脑 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就是把中共和中国混淆在一起 中国拿到金牌多了 就是我共产党有能耐 我共产党领导有方 共产党应该还统治有合法性 所以它金牌背后 是这样一个背景的 所以我们看如论从当年 我刚才提到的东德 那么小的国家 1600万人口 远远不如台湾人口多呢 可以20年 长达20年金牌数量第三名 那包括罗马尼亚体操队 当年横扫世界体坛 包括苏联当年也不可一世 跟美国都是争霸的 在体育上 今年这些国家哪里去了 罗马尼亚哪里去了 东德哪里去了 他们金牌全都没有了 为什么 你那个国家主义没有了 专制制度没有了 就根本还是专制制度的问题 专制制度才能倾国家之力 才能进行专国体制 专制的国家 才能封闭新闻 封闭言论自由的话 记者调查不出来 这次俄罗斯为什么调查出来了 那内部还是有些 有良心的记者 配合调查了 揭露了 中国现在最近开始 才出现了 包括刚才陈破空先提到 那个赵瑜 那个记者写出马家军 那个用紧要那个悲惨过程 很多运动员全是被强迫的 他们造成了一身病 甚至不能生育 肌肉变形等等 造成很多的问题 包括东德 一万多名运动员用紧要 一百多人死亡 百分之一的比例 所以中国这个问题 全背后根本的问题 还是个专制制度的问题 这个制度不解决的话 尽要还会进行 这个国家支持的金牌制度 举国体制都还会延续 好的 王高先生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 好像内部曾经有个争论 就是这个运动员的资格问题 按照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资格问题 必须是希腊城邦的自由民 奴隶没有资格参加 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 按照这个标准 中国的运动员恐怕 通通没有符合自由民的标准 按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 他应该是业余运动员 就是不能以这个体育为职业 谋生谋取利益的这种运动员 才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他是直接体现的是人类体格 意志力量的能力的这种极限 要跟商业跟金钱 更跟中国的举国体制 背后的那种党国的领袖的 政党的意识形态的 制度的优越性毫无关系 按照古代和现代的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准 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 全部不符合标准 本人曾经做过六年的体育老师 我深知中国的体育 中国最初的体育 全部的那些文件标准 什么少年运动员 三局运动员 二局运动员 一局运动员 建议运动员 他们享受哪种政治待遇 行政待遇 全部来自苏联 所以我经常说 中国的体制 现在为止远远没摆脱 斯大林模式体育 这个举国体制 就是其中的一个 突出的一个表现 好的 陈破空先生 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 国家荣誉压倒个人荣誉 运动员本身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那么像孙雅这些人 固然值得批评 但是孙雅还是一个体制的牺牲品 不值得苛责 因为像东德原来的那些运动员 他们在服用一个蓝色小药丸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知道那个是兴奋剂 所以东德运动员 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一万多名运动员 很多人后来得了乳腺癌 什么膏丸癌 得了什么胰腺癌 后来这个在2001年 东德后来的运动员 集体的诉讼这个政府 后来这个政府审判了 以前的教练和以前的医生 给他们判 因为他们年事已高判处了缓刑 那么在2007年 统一后 就是德国统一之后 有个体育协会 集体做出赔偿 给东德的运动员赔偿了 410万美金 来这个消除他们的后遗症 同样中国的运动员是受害者 中国的运动员在有受 他们是不知病的情况下 被教练和医生强行的灌输 当然中国运动员很多是知情的 那么我们必须讲一些 其中一些例子 1986年 中国与毛球运动员名将李宁卫 在汉城押运会上被查除兴奋剂 这个中国找个理由 说他是误服了感冒药 就责怪到医生 将黄美玉头上 黄美玉类似擦脸自杀 那么后来在过了几年 这个92年 中国游泳队 田径队都是爆发式的成长 就在1992年 巴塞罗那的奥运会上 中国游泳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结果当展示这五朵金花 中国的所谓五朵金花的时候 人们看到的是五个大男人 就是体格粗壮 声音厚重 这个长得很像个男人 男不男女不女 所以这个大家都表示了怀疑 后来93年 中国这个自己的全英会 撤出13名 有这个新分级选手 最大的丑闻就出在94年 在广岛 日本广岛亚运村 结果警方和这个 这个奥运会 这个亚运组委会 突击了中国运动员的驻地 发现大量的针头药瓶 遍地都是 就中国运动员 猖狂到这样一个地步 在走廊上就在用药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重大的丑闻 他们的全部12倍金牌 特别剥夺 之后丑闻就是滚雪球 越来越多 到后来这个 这个是2000年的 这个悉尼奥运会 很多中国运动员 被竞赛不能去 还有一个重大丑闻 1998年 一个澳大利亚 举行那个世界锦标赛 中国都在入境的时候 有一个叫圆圆的队员 身上带了13坪的生长级数 当场被澳大利亚警方截获 把他和那个教练 当场逮捕 遣送出境 那个镜头 全世界都是 整个世界都在报道 但是中国不做任何的报道 那么到了后来 2004年 又有什么 那个举重选手 进跑选手 长跑选手等等 有一个中小部选手 叫姓孙的 他扶到兴奋剂之后 他居然说是在天安门广场 附近一个厕所里 捡了个瓶子 所以说那个 那个中了药 那么中国一个 游云队员 中国叫他小鲜肉 中国女人的崇拜对象 林哲涛 他林哲涛 2011年 他这个兴奋剂丑闻爆发之后 他说是持了所谓的 午餐肉 火腿肠 怪到这个超市等等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 2008年 中国自己举办奥运会 中国有一个运动员 叫欧阳坤鹏 名字非常厉害 坤鹏 他就查出这个兴奋剂 被终身禁赛 他就推诿说 他持了瘦肉筋 结果瘦肉筋一持 由于他的推广之后 在中国是盛销城上 说这个东德运动员 给中国引进了 东德教练给中国 引进了什么呢 引进了三个东西 高原训练 血栓检查 兴奋剂使用 这个兴奋剂使用 给中国带到了 深重的灾难 现在31年来 到此没有断根 好的 因为时间不多 我想最后 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知道历次的奥运会 任何对于中国 对不利的裁判或者评论 都被认为 是对中国的歧视 或者抹黑 那么任何外国运动员 个人的行为和话语 也被看成 他所来自的 整个国家的意见 这次霍顿 对于孙杨的批评 现在中国网络充斥着 中国在本届奥运会 被歧视 被整 被抹黑的这个说法 很多网民甚至称 这个本届奥运会 是这个剧毒的奥运 我想听听 就是各位 对于中国网民 所表现的这种心态 有什么评论 和中国这个举国体制 又有没有什么关系 陈晓农 请您先来说一下 举国体育体制 和举国的洗脑体制 还有举国的宣传教育体制 它是一体化的 那么在这种一体化里面 运动员是牺牲品 是替罪羊 那么观众其实也是牺牲品 他们被洗脑 这个产生的效果 长期以来 这个培养成了一种 只能迎合政府的宣传 然后把政府的荣誉 当成自己个人的荣誉 把政府迎 这个捞来的奖牌 当做是自己的 个人最大的成就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在中国 其实绝大部分 这个国际赛事的观众 自己并不爱好体育运动 甚至什么体育运动也不参加 他们只是为输奖牌 然后为中国队叫好 所以他预期说 他们是在关心体育活动 还不如说他们在表现 政府要求他们的那种爱国热情 好的 常青先生 现在根本的问题 还是在于中国网民的话 不了解真实的信息 你刚才陈伯空先生 这个讲那些个细节 那个中国用紧要这些细节的话 国际上广泛报道 在海外的华人 为什么很多人 就不像中国网民 那么民主主义强烈呢 就得知道真相啊 这个真的真相很重要 第二个话 知道真相之后 有一个道德判断 我们作为看一个问题 是看你是中国人 美国人 西方人 还是看这个事情 是正确和错误 是对还非的话 这个是还重要的 今天用紧要的话 就等于是作弊吗 就像考试的话 你作弊 你当了考试第一名 你光彩吗 你不光彩 道德破产吗 你作弊欺骗吗 像武林比赛的话 你比赛给对方 对方下了蒙汗药 那怎么是正常的比赛呢 或者你比赛之前 把人的妻子孩子给杀了 那怎么能正常比赛呢 今天提议比赛必须公平 公平首先是大家都应该是大众体育 而不是宫廷体育 不是举国体制 第二个都不可以用紧要 必须零容忍 中国体委现在给发表声明了 我们对紧要是零容忍的 绝对不容忍 对刚刚发生这个 陈欣一静小孩子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结束 首先中国有新闻言论自由 才可能达到老百姓知道真相 才可能有个正确是非的判断能力 好的 王柯权 其实西方人 现代西方人 是接受到普世价值的 他们主动去掉 什么欧洲中心论 什么白总的优越性 他们是最少偏见的 西方人经常让人感人的 就是他们特别公正 特别有善心 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同情 而且充满了天真 恰恰 咱们中国同胞 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的这种古代的好面子 现在变成了爆发户心态 变成了唯我独尊 任何意见不能接受 这是毛泽东以来 或者义和团以来 红卫兵以来 现在又是经济上发展起来 有钱了 一个爆发户的典型的心态 不能接受任何不同的意见 这是从心理学上 是一种民族的极其的自卑的心情 他因为自卑 所以他深怕人家对他有所批评 像美国人 美国人 我都美国来三年了 我的感觉 美国人真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看的 他甚至傻乎乎的 他完全没那个概念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看这个安菲利普斯 在北京奥运会获得八块金牌的 那个小伙子 后来他扶持大麻 给发现了他都是兴奋剂 他马上认错 他说我让大家说了 这个美国勇学毫不客气 马上给他竞赛 而且切断他的资金来源 美国人西方人这种传统 这种理性规则 这种不留情面的传统 是针对一切人的 只有咱们中国人 他如此的小家子气 病态 这个心理传统的受虐狂 受虐狂 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够有所改观 还是个大国 还是个古国 好 陈国宫先生 这个中国网络上流行一个说法 说哪个国家的运动员不服尽药 说这个美国西方国家也有服尽药 但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 像西方国家服尽药 是零星的现象 而且是个人的现象 当这些运动员服尽药之后 没有政府为他背书 没有媒体为他称赞 而且美国的同行也看不上他们 而且他们被禁赛之后 他们不用再恢复 多数人从此消失 他不像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孙杨被禁赛之后 自己还卷土重来 重新站在站台上 另外 这个中国古代有些传统 那中国现在的反应 是违背了自己的传统 中国古代说反攻自行 无日三省无声 还说支持者尽呼涌 实际上中国人完全可以用理性的心态 来看国际社会的责任 中国的网络上公布了 国际社会 国际体坛五大丑闻 其中列了一个加拿大 列了两例美国 列了一例保加利亚 列了一例摩罗马尼亚 完全不提东德 俄罗斯中国这样大规模的 国家支持的 举国体制的兴奋剂计划 所以对中国人严重的误导 那么另外再说到 就是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 我想像孙杨这样的 孙杨这样的运动员 不服兴奋剂 根据他的体能特点 根据他的艰苦训练 先天性条件 他完全可以成为优秀运动员 即便是他得了银牌 得了铜牌或者第四名 他照样争得了荣誉 个人的荣誉或者国家的荣誉 所以用兴奋剂的方法来争得国家荣誉 一旦拜祿是损害了国家的荣誉 所以中国的国家荣誉 不是外国人损害的 是中国政府自己损害的 或者添乱 所以中国民众如果理性的话 他分析到原因 全面分析这些信息的话 他知道问题的根子 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不在运动员 不在民众而在体制 而在目前这个制度 好的 有关礼约奥运会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 中国反萨德 为何韩星遭殃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